OK 兄弟们大家好 我大炮啊 这把比赛的话给兄弟们解说一下 剑灰单胶赛的一个 这个应该 应该 应该算是剑灰单胶赛现在最顶尖 天花板的一个对决了 为什么这么讲呢 对面的话500多万的一个风险 观战三 环家轰炸机500多万的一个发现 而且从这一把比赛呢 我跟兄弟们说一下 这把比赛的话是改版之后的 就是对面的话 应该是有穿透类单了 好吧 就是说观战三的四吸宝宝的话是吸不了 应该 应该是吸不了对面的一个锥子宝宝 所以说到理论上面来讲的话 对面的风隙的话我觉得会有优势一些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赛啊 这个比赛的话应该是剑灰单胶赛的顶级对决了 好吧 风隙跟法系之间的顶级对决了 光龙哥哥的话代表第一风系 观战三 轰炸机的话代表第一法系 那没有问题 可能说我的分段比 就是我的积分啊 有的时候比环家轰炸机高 但是胜率来说的话 还是轰炸机的胜率要更高一些 这个对吧 承认人家优秀的话 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啊 我们来主要是看一下这把比赛的话精不精彩 刺不刺激 好吧 比赛的话第四回合 对面的话第一把罗汉 对面的话风 还是要轻后面这个锥子宝宝为主啊 因为不轻锥子宝宝的话对面这个弓宝宝成不了形 你看着是两个拱宝宝 其实只有一个拱宝宝在出手嘛 以赛的话第五回合 对吧 先进锥子宝宝为主 一刀 观战三 轰炸在控对面的前排 对面起塔 准备下一把罗汉 非看得出来 这种操作的话就是打得比较稳 观战三 轰炸给对面宝宝丢鬼气 OK 宝宝批死 宝宝批死 对面再出 宝宝再接罗汉 那等于说宝宝全部成型 应该第七回合出宝宝 第八回合接罗汉 应该是一个这样的局 然后的话再给宝宝加分关 打正定起 出小孩 你看没有 第八回合接罗汉 配速给这边顶要 第八回合接罗汉 打得特别稳 前面宝宝给后面宝宝顶要 解罗汉 这一回合观战犯能不能破阵 特别关键啊 观战犯是选择去青山蝶后排 那分散攻击了 没有清右边的这个宝宝宝 那右边这个宝宝的话可能死不了啊 少一把青山蝶死不了的话 死不了啊 那等于说没有破阵 没有破阵的话就白费啊 对面的话直接给宝宝加分关 对吧 十回合分关六成 这个灾害就高起来了呀 你看一下这一个分关一加的话 一个宝宝顶关再翻两个宝宝 OK 这个宝宝的话再加分关的话就没有局啦 兄弟们 对面的话 开了一把大 看一下能不能秒出八 秒 秒出紧号 地面的话是偷酒了 看见没有 打得好稳啊 地面直接偷酒了 下一回的话是要接罗啊 其实不偷酒也可以 给宝宝顶个药 宝宝死不了啊 哪怕给宝宝加一把分关 宝宝吸血吸得多也死不了 关键番出宝宝出地厅 关键番的话也出宝宝 两边的话在心理博弈啊 对面赌关键番不敢秒 关键番确实也没有敢秒 地面出地厅 高速地厅 其实这一把比赛的话 对面这一手地厅一输关键番的话 把对面这个地厅打掉之后的话 反而关键番现在有局了 武装官这个门盘还是要打得稳了 产生面的话关键番是没有配速解 对面的话宝宝关键番宝宝自动平A OK 对面不敢出地厅了 我们来看一下关键番的宝宝是不是自动平A啊 应该是在反对面的一把地厅 应该不会集中攻击吧 我感觉啊 OK 对面还是要破增破的快一些 对面手里面还有一把罗汉 OK 君子宝宝有追踪 比赛的话十次回合 接完这一把罗汉之后的话 后面的罗汉对面就不太好接了 必须得偷久了 不偷久的话罗汉接不太出 比赛的话十次回合 这边有正安定期 我觉得接完罗汉配速给前面 顶人物给农宫小孩加正安定期呗 选择加分关 为什么不加正安定期啊 OK 分关加正安定期 才还会更高一些 后面宝宝给前面宝宝顶 人物给宝宝加正安定期 关键犯的话开了一把大 对面又是没有动又偷久了 那下一把的话对面要接罗 哎呦 秒的是痛的呀 后面给前面顶 哎呦 前面这个宝宝死了 他有的时候啊 他有的时候 我觉得暴龙哥哥他 接罗是接的好 但是暴龙哥哥我觉得 打PK他宝宝宝的能力 其实不是那么厉害啊 其实可以人物给宝宝顶要也可以啊 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接罗汉 因为对面本身是风系可以封人嘛 对不对 也没有说你必须就是得接罗 有的时候你可以封一把嘛 所以说的话 这宝宝死的话有一点可惜 不过没有关系 对吧 这边的话分关的宝宝还在 对吧 一个农宫小孩秒的话 关键犯的话就有点顶不住了 我跟兄弟们讲啊 这个农宫小孩的话 还是没有加正安定期啊 我觉得可以差正安定期了 他农宝宝的话是选择追关键犯的小孩 不让小孩点当自己 你把人物的话给宝宝顶要这样的话 没有错 OK 那可以给宝宝加加正安定期了 农宝宝的话这个时候追小孩 三人一匹出手 农宝宝还差一丢丢 比赛的话二十回合 宝宝的话有高驱轨成功驱掉 有这 农宝宝把把装关键犯 年大人的机会都没有 对面还要接罗汉 为什么不加正安定期呢 这一把罗汉接的没有问题 这一把是我的好吧 他可能就是打的比较稳啊 他怕追之宝宝追不中嘛 接了一把罗汉没有问题 OK 宝宝没有分关 伤害会比较低 这边套一手也没有问题 关键犯这个时候没有宝宝了 药品还多 赶紧加正安定期 正安定期下 加起来 给公宝宝加 给宝宝加刘云爵 这个就是有点花里胡哨了 他嫌宝宝卡在 关键犯宝宝跟人物之间了 看下能不能卡得住啊 他这种宝宝法处反应高 伤害就就是 物理的就低 OK 宝宝的话 加了一把 流云爵的话 拿了一个全产的一色 我怎么感觉 这一把比赛对面要被翻盘啊 兄弟们 下一回到对面只有风 只能风 硬着头皮 顶着定身先行风 直接加天地不可以吗 摇鬼戏 关键犯没有公宝和在场 直接加天地不就行了吗 那我直接给农宝小孩 打天 天地这不就行了吗 你把分关正安定期 一加我直接打天地这不就 无敌了吗 地面选择封 为什么不加天地呢 关键犯没有公宝宝了呀 直接给农宝小孩打天地呀 你们找宝宝 关键犯定的天气 我都不封你 我直接给狗宝宝加天地呗 比赛27回合 丢魂 为什么不加天地呀 他这个武装罐没有天地吗 此时此刻 产赛面的局面出现重大失误 对面武装罐居然 哦 比赛29回合才想起 自己有天地同兽的这个技能 对吧 这一加天地 增加那些下分关稳赢的局啊 这什么可能输啊 对吧 再给农农规格加个 天地 没有必要丢无魂啊 直接加天地多稳啊 对不对 比赛的话33回合 所以说 武装罐厉害啊 没有宝的时候 你打法系一加天地 真的无敌 关键翻的话 没有翻弃 我觉得对面 这要是被翻盘了 我觉得暴龙哥哥可以顶号了 真的 应该不是啊 暴龙哥哥自己在操作 这关键翻的话 万一一个顶号把对面 秒死的话 对面点了个红灯414点血 不加天地 你看见没有 他万一一把大招群秒 把对面秒死的话 这比赛的话 我感觉对面要被翻啊 兄弟们 对面摇鬼鞋 宝宝没跑 点他这些 这兄弟 这结果你能想得到吗 兄弟们 不要 惊人 傻子 好 我